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7月份的博佑國際英文新聞導讀 那這一個月 全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首先第一則新聞相信大家 在台灣的各位絕對是非常不陌生的 發生在日本奈良的新聞 那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地圖 奈良它的位置呢 如果你可以找到這一個京都啊大阪啊這一邊 它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Nara的地方奈良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這一個人名呢 Shinzo Abe 那當然就是這一位前首相安倍晉三先生 Japan ex-leader assassinated while giving speech 非常的令全世界都很震驚啦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 在他發表演說的時候呢 竟然就是被被人暗殺了 assassinate 好我們來看一下單字 第一個字assassinate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動詞變化作為assassinated 它就叫做暗殺 所以你會發現有一些關於刺客的電影呢 它也會用到這一個字喔 assassinate 那再來transfusion trans它有傳輸的意思 這個字它叫做書寫名詞 再來我們看到tackle tackle呢你把嫌犯逮捕了這個單字 警察做到tackle這件事情叫做逮捕動詞 最後一個字呢plut plut它這個字 它其實可以當作動詞用 也可以當作是名詞 某個人計謀了一件事情啦 或者是這是誰的一個謀略 可以當作plut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他說啊 Japanese form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 shot at twice 好我們看到這裡喔 他是怎麼樣子找人到人家暗殺呢 前首相安倍晉三呢 他被槍殺是被槍是被開槍的 並且呢at針對他這個人兩次 他挨了兩槍 當他怎麼樣啊 while he was given a speech on the street in the city of Nara 當他就在這個發表演說的時候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台灣的證論節目啊 或是一些討論性的節目 就在強調說一些證論人物 或者是比較有名的長官 他們的維安措施通常都是怎麼樣進行的 這個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他說啊 he was later pronounced dead after receiving massive blood transfusions 那其實新聞報章雜誌寫的是 他在受到槍殺的當下 他其實就已經沒有了心跳 但還是受到醫院進行最高規格的搶救 不過之後呢還是宣布死亡了 在他進行一個大量的書寫過程以後 massive blood transfusions 所以最後呢 那討論到這個嫌犯啊 the 41 year old gunman 這一個槍手 was tackled at the scene and is now in police custody 他現在是當然是當下馬上就被制服了 我們都有看到那個新聞畫面 那他目前呢就是被警方拘留了一個狀況 custody 好然後他說啊 為什麼他會要做這件事情呢 the suspect admitted shooting up a with the homemade gun 好那有些人會看到那個 這個嫌犯的槍覺得他長得很奇怪 那其實因為日本是一個槍械管制非常嚴格的國家 所以你基本上不太可能 一般人不會去擁有槍啦 不像美國那樣子 好那所以他這個東西是一個自製的槍 那當然他承認了 這是他做的 並且他說什麼 telling investigators he had plotted to kill him because of rumors about 好後面比較長 我們待會喔 看一下他告訴調查員什麼事情 對就是他已經had plotted 這兩個過去完成式 已經謀略了 比問他之前就更發生的事情 那他的理由啊 我們看一下喔 他說就是有一些謠言 我們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嘛 about the former leader's connection to a certain organization that police did not identify 以下這一段呢 是警察還在調查當中的 這個嫌犯他就說他覺得這位前首相 跟一個特殊一個特別的機構啊 團體啊是有點關聯的 那但是警方目前是沒有identified 是沒有查明清楚這一件事情 他到底在說的是什麼 那整個案件其實就都還在 進行當中啦 那這可以說是 那這可以說是 本月在亞洲最讓人震驚的消息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則新聞呢 好 講到的是幣值了 請問各位有沒有在打算要 準備出國呢 好那也許下一個地方 Europe可以是你的考量之一喔 好為什麼呢 因為來看到這個鈔票嘛 好 euro euro它就是歐元的意思 歐元發生什麼事情 euro reaches parity against the dollar hits its lowest level against US currency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兩句話 講的是同一件事啦 好 歐元呢它達到了一個評價 好就是同樣的價格評價 那針對哪一種幣值呢 只要你看到the dollar 就是指US dollar 不用懷疑 好美國的這個currency 貨幣 並且是來到一個最低點啦 要跟美元比的話 歐元來到了一個最低點 好我們看看喔 他說第一個單字是我們剛看到的這個 parity 評價 好那再來呢 第二個單字看到的是recession recession叫做的是經濟衰退 好歐洲現在進行了什麼樣的一個 應該說遭逢了什麼樣的狀況啦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啊 the euro hit parity with the US dollar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 years 好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那他們之間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你可以想像現在歐洲人他的錢啊 跟他去美國玩是一樣多的 那以前曾經最高來到多少 好以前曾經是現在如果是1比1啦 以前最好最好他可能 歐元是有來到1比1.6喔 好就是一塊錢的US dollar 他可以換到1塊6的歐元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差很大 which means that both currencies have the same worth worth same value 他們現在價值是同等的 OK這兩個貨幣 那the euro fell to 0.9998 against the dollar 你看甚至是哇我再比他再小一點點 這是我們有記錄到的最低價啦 當然貨幣就是每一天都在變動嘛 its lowest level since December 2002 所以有很多你看到那個歐洲人啊 他們都會覺得去美國玩可以省一些錢 但現在好像是差不多了 as the euro zone's energy supply crisis and the economic woes continue to depress the common currency 那這裡講的是什麼呢 他說啊 當然就是稍微有跟戰爭是有一點點的關係啦 好他講說 在一個歐元的地區啊 整個歐洲當然就是歐元的地區嘛 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們的能源供給 energy supply 有面臨到一個危機 當然是因為俄羅斯的一些關係嘛 那還有這個economic walls walls就是災難的意思 經濟上的災難一直不斷的持續啦 然後並且有一點 呃 迫害到或是壓垮這一個 common currency 好嗎 就是他們的一個共同貨幣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有內源供給的危機 還有經濟的困境 一直壓制了這一個euro 好他說啊 fears of a recession have grown in recent weeks following with rising uncertainty over energy supply 好先看到這邊齁 當然大家在歐洲的很多人啊 是非常擔憂一件事情的 就是經濟衰退 畢竟貨幣越來越不值錢的情況下 大家當然是會非常的擔心嘛 那尤其是這幾週以來 那因為他們的一個東西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是一直在上升的 rising 好 好主角出現了主角之一 threatening to reduce gas flows into Germany and the broader continent 好 呃俄羅斯他們威脅了一件事情 威脅說我們要去減少 減少你們的這個 呃 嗯 氣體的流動 這什麼意思呢 當然是指那些像天然氣啊 氣體的供應嘛 不會流到德國囉 好 可能會減量 那甚至是更遠的這個大陸地區 因為歐洲一整塊的continent 就是它的一個很大的陸地嘛 好嗎 就是 呃 目前大家對於整個歐洲的情況 還有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情況 都還在觀察當中 那就是我們第二則看到的新聞 好的 那我們最後一則新聞呢 看到的是南半球的新聞 好 呃 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是位在澳洲雪梨的一個harbor bridge 呃就是雪梨的港灣大橋 或是有些人稱它海港大橋 那 呃 雪梨這個地方 呃 它就是這座大橋它連接了 呃 雪梨港口啊 還有它重要商業中心 呃之間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樑 那 這橋樑上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啊 這也是一個蠻值得慶祝的消息 它說啊 來大家可以看到這一 呃 這一面旗幟它其實有相當 呃特別的意義 它其實是澳洲的這個原住民的旗幟 所以我們看一下 Aboriginal flag to fly on harbour bridge in Sydney 好 最終呢 呃 其實只要在 像台灣我們也有一些 在非常多的國家都有原住民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澳洲怎麼樣的去處理這個議題 好我們先看一下單字 第一個字叫做allocate 看到這個 呃 中間你會看到一個熟悉的字很像是locate 對吧 所以它跟位置有關 它叫做分配的意思 好 分配一個東西到什麼樣的位置啊 那再來 initiative initiative它叫做倡議 好就是一些民眾啊 或是政府發起的一些議題啊 訴求就叫做initiative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內文喔 它說 Australia's Aboriginal flag will replace the new South Wales State flag on Sydney Harbour Bridge 好看到這邊 它說啊 澳洲的這個原住民旗幟 它將會 大家看到剛剛的那個旗幟的位置啊 其實它本來 好它取代了一面旗幟 取代了什麼呢 就是這個新南威爾斯 New South Wales 拿的這個周期啦 其實也就是 呃 雪梨的所在位置 它就是在新南威爾斯 周期拿掉 放上了這個原住民旗幟 好 with a landmark that provide an everyday reminder of our nation's rich history 好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呢 好這一個地景 這個地標呢 就可以提供給大家 每天的一種提醒 提醒你說我們的國家 是擁有非常豐富的歷史 非常豐富的歷史背景 歷史文化的 好 那 the state government first announced plans to permanently install an Aboriginal flag on the iconic bridge 歷史 其實早在今年初的時候 政府就有這個打算 而且他們花了將近台幣4億元 將近台幣4億去買下這個 Aboriginal flag的一個版權 所以現在政府擁有這版權 所以現在政府擁有這版權了屬於所有人民的 所以他說啊 州政府啊 他其實早就已經宣布說他們想要永久的 這單字我們之前常看到喔 permanently 好去裝置啊 安裝這個原住民旗幟 然後在我們這個非常有指標性的 這一座大橋上面 好 永久的安裝 好我們再來看 also the state allocated funds for the project as part of the closing the gap initiative 好可以看到這裡有個大寫的字眼啊 是什麼樣子的倡議呢 他叫做縮短差距 gap就是一個比如說 紅溝啊 中間有一個落差這樣子 希望可以去縮小這個落差 大家對於本地人的認知 本土人的認知 或者是原住民的一些歷史文化 彼此之間的gap希望可以縮短 好所以這個州啊 他就去分配了一些資金 然後給這個計畫 好這個創意的計畫 那所以他就會變成一個 national wide drive to close close what close to health and life expectancy gaps between aboriginal and the tourist straight islander people and the non-indigenous australians 可以看到這裡很多的人民嘛 因為一個地方他有非常多種族 不一樣的關係 好不當然不只是黑人白人之間的差異而已了 已經是一個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 的人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他會變成一個全球性的驅動 oh sorry 全國性的一個驅動 為什麼 為了是要去縮短 縮短說 比如說健康啊 或是來壽命 這個life 不是生活 只是一個壽命 你可以活多久 的一個 預期壽命 希望這之間是可以縮短的 那在哪些人當中呢 我們看一下 原住民啊 還有這一個是 脫雷斯海峽的島民 Islander people就是島民 那最後還有當然澳洲 也絕對是有非常多的 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亞人嘛 Australian 澳洲人 所以如果不是原住民 你可以在前面加一個 None Nonindigenous 所以這一次澳洲政府的這一個作為呢 其實就是對於很多 對於族群來說 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 也很值得其他國家 有面臨一些種族差異的國家 是可以效仿的一個做法 好那我們這個月的新聞就到這邊囉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 那我們下個月見 拜拜